這次不是有一個女伴嗎 對啊 我的女伴 女伴沒有跟你脫光光進去 沒有 因為她那時候是想說 跟我們其他團員出去走走 那我只是想說 我要去那個感受一下 所以她沒有跟我一起去 所以妳是旅行團 對 我是旅行團 對 那總共這樣去幾天 我們去了十一天 但是我自己 還有另外一個體悟就是說 其實我有點勤儉 對 然後其實我 因為我的女伴的經濟實力比較好 對 所以她就 她想要搭商務艙 那我就跟著她 然後我是因為她的關係 所以我多花了三萬塊 去買商務艙 然後走進去 其實伊斯坦堡的那個 商務艙的貴賓是非常的奢華 就是有那個高爾夫球室 燙醫間 然後你可以自己預約 你獨立的休息區 我自己會覺得 有開眼界的感覺 就是你跟不同的旅伴一起出門 其實她整個生活方式 跟你不一樣 她就會教會你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我現在會蠻喜歡 跟陌生人旅遊的 那我再來因為苦大哥 蠻喜歡跟陌生人旅遊 因為你是一個文化的不一樣 因為我們如果不是粉絲團的關係 我們不可能會知道 那像我再來要去埃及跟印度 也是都是跟 就是跟陌生人一起 那如果再洗一次 然後你又脫光了 然後又有個男生 你決定會不一樣嗎 我這一次會比較有經驗 因為我那一次 我那一次是菜鳥 是假裝冷靜 但是我這一次的話 我會好好看她的長相 然後我覺得 可能會願意出去稍微逛一下 因為我覺得還算安全 然後彼此交流一下文化 我覺得蠻好的 那八個人來應徵 你是怎麼挑的 我是怎麼挑 我看誠意 就是因為粉絲有點搞錯 他們以為我是要開團 我要當領隊 對 然後其實我沒有這個本事 我只是想要脫育 因為照顧我爸 已經讓我覺得 已經有點入育的感覺 就是每天沒有 沒你沒你這樣 然後之後 我當時候挑的時候 我覺得八個人當中 有人還以為我是導遊 所以就跟我說 請問配房要怎麼配 吃什麼 行程怎麼樣 然後就說沒有辦法 不好意思 後來當中為什麼會選她 是因為她 她說她很喜歡我 那她很喜歡我的時候 她就說 她本來安排了 去北海調的行程 那跟我行程有點卡 那沒有關係 她為了很喜歡我 所以她會自己自費 再從土耳其提早回來 那我就會覺得 我捨不得人家花這麼多錢 所以我後來就再去挑一個 我跟她的時間都可以的 OK 對 然後我們兩個 因為其實團費有點貴 我當時的想法就是說 團費要多少錢 團費要十幾萬 十幾萬 對 算好 對 算高的 算高的團 高價的團 那 那再加三萬才做三五常 對 那我當時的想法是說 因為我們都沒見過 然後我們就只有加Line 好刺激喔 加Line了之後 我剛剛說好 這個時間這個團 你跟我都可以 然後十幾萬 我說那我們就來刷 然後 我們刷完之後 因為我們都沒見面喔 只有Line 他就問我說 你是那個有藍勾勾的 黃大米嗎 你不是詐騙集團嗎 因為你知道嗎 都沒有見面 我叫他刷 他就刷 對 然後 所以是有一點刺激的 然後兩個人都很相信 然後後來到機場 我心裡想說他是不是 其實是一個喜歡女生的 女皇子 對 但是我們又各自睡一間 晚上可以試探嗎 不用啦 到那邊的時候 到 我們是到機場第一次見面 我看到他的時候 因為他長得非常漂亮 幾歲人 三十幾歲 長得非常漂亮 然後經濟實力很雄厚 雄厚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怎麼是留長頭髮 他就跟我說 你以為我是喜歡女生 不是 我是很喜歡你這個人 但是我有老公 對 那他們家是賣大豆的 為什麼 黃大米跟大豆 沒有 對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說 你有很多你原本設想的 對方的情況 但其實跟你完全設想都不一樣 那他老公對他不錯 他讓他放那麼長的架 那麼豪華的旅行團 他工作了很久 他工作很久之後 他對人生感覺到有一點疲累 所以剛好就這段時間 就是在休息 那他在休息的時候 他也是像我一樣 想要拿回人生的自主權 所以他其實後來 還安排了非常多國家 那土尼基好玩嗎 好玩啊 我覺得很好玩 而且我覺得你一定要去搭 那個熱氣球 因為很多人會擔心會聚高 然後就不肯去 然後其中我們團員當中 有一個會聚高 然後我們就一直跟他講說 你就搭搭看 然後我們就大家一起圍著他 然後那個他太太就很緊張 就說 紅耶 紅耶 你現在還好嗎 然後我們就在旁邊 在那邊一起唱 紅 紅 紅 小丁 朗梅 其實我覺得你只要出去之後放鬆 然後我覺得團員之間雖然不認識 然後講起話還蠻好笑的 還有一個團員 他本身自己學識經驗非常豐厚 然後他你知道嗎 不管我們在任何一個景點的時候 他都會直播 然後他都會 我想說你是網紅 還是我是網紅 他比我更像網紅 然後他就會在那邊直播 然後你覺得 跟這些不同的職業的人 你真的學到了 很多不同的人生 是 真的很特別的經驗 那小強這邊是說 你出去常常被身分看錯了 就是我的這張臉 我覺得年輕的時候 就現在還是很年輕 現在比較有肉了 以前就是很乾扁 然後又不喜歡塗防曬 就是曬得黑黑的 覺得越黑就好像越好看 曬黑是因為傳團那種黑 沒有 就是自己出去玩 年輕的時候還沒當領隊 就愛去海邊玩 對 然後所以就看起來就 又喜歡穿的 就是好像比較輕鬆這樣子 每天都在放假那種感覺 就很容易就會被當作是 那個 那個別的國家的人 有一年 我跟我兩個好朋友 我跟我好朋友兩個 就你看我們兩個也是很正常 就是這樣子 就是打扮 就是去長灘島玩 然後就想說 這個是你 這是我 年輕的時候比較瘦 就晚上要出去了 那海灘旁邊不是很多 那個夜店嗎 對 然後那個喝酒的 然後Live Band 我們晚上穿Live Band 出去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走到 選到一個 有這個有在樂團表演 氣氛還不錯 然後他就在那個沙灘上面 擺很多的桌子 然後藍骨頭什麼的 我覺得這不錯不錯 所以我們就走進去 然後我們一走進去以後 我們要往中間 坐下去的時候 服務生就說 就叫我們過來過來 就叫我們去坐旁邊 一個長牌的那個椅子那邊 然後我們心想說 是因為這裡要預約 所以不讓我們坐這裡嗎 所以我們就先去坐那邊 還是可能是後衛區什麼的 我們就坐著 就坐著 看表演 中間已經坐了很多的 那個外國人這邊 我們一坐下來以後 我們就發現很多 炙熱的眼光 一直朝我們這邊放送過來 那我們心想說 我們兩個一定很正 大家一直看我們 然後我們就怎麼辦 該不會有豔遇這樣 後來果然就有男生 外國男生跑來 然後他一開頭 他的問候很奇怪 他說 你們今天有工作嗎 然後我說 沒有 我們在放假 然後他說 是喔 那你們今天想工作嗎 我心想說 是有事嗎 對啊 就是我在度假 你幹嘛一直問我有沒有工作 那這時候我往旁邊瞄過去 我發現我們坐的那個 一長牌的那個長椅子 全部都坐滿了 就是長灘島當地的女生 然後他們就是那種伴遊 OK 然後那個是那一間酒吧 方便他們伴遊來這邊 攬客的 所以他一攬 他們就把你送到椅子上 然後讓中間的客人可以看 喔 我要挑哪一個這樣 那你還是很正啦 還是很正啦 可是我們這樣很生氣 我們就把那個服務生下來 說我們是台灣人 游到什麼地步 我沒有做過耶 哈哈哈哈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准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